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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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新增以前 已经在台湾的当事 主持过白布的法会 也传授过白布法 那为什么你才会在选择 白布做业市场法会的出身呢 那参加白布法会 对于一般人做什么呢 是的 那白布 它本身来讲一下 它的本地度 那么说是很伟大的 四个度 很伟大的度 我曾经讲过这个白布 它对于人生的一战 它熄灭这个灾难 是非常好 白布 因为我记得 以前师父传过的时候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这个 你如果要吸灾 就要请白珠珠 白珠珠 也就是属于白色的珠珠 白色的珠珠 白色的珠珠 那就是白衣观音啊 资或者是白布 它有吸灾的作用 我觉得台湾目前来讲 很多的灾难 很多灾难 那希望白布的修行 来熄灾 这个台湾的灾难 就是台湾 现在不一样 现在这个人心也不同 以前 我觉得台湾非常好 现在也觉得 人心就变得很 很爆 很爆炸 很古早 很古早 就动不动啊 就要打架 动不动啊 就要 两边就要火拼这样子 不太好 就希望和台湾 来熄掉所有人心 每个 这些火 这些火器啊 大家 反正来讲 大家都没有 忍一忍也就过了 像在美国 一有车祸 然后 他们会下 下来 他互相过个手 发生车祸 大家必须过个手 也不会吵的这个样子 也不会吵的这个样子 大家都 大家也不希望有车祸啊 那么发生车祸 那就是 一种这个 好像说 不太好 但是大家都还是心灵气的 都是在过个手 然后 不像超级的保险公司 在哪个保险公司 或是哪个保险公司 能够合紧这样子算吗 是 那现在就是啊 在台湾看到的车祸 都是 两边都是对立的 不然就打开打气啊 或者这个 什么 搭车啊 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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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都被吵起来 这个现象都不是很好 是 应该用白肚子 当清凉的心 让所有人 这个人 得到清凉 不会那么多保险 是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白肚子是长寿三尊 长寿三尊 就是 长寿佛 尊佛 白肚子 可以长寿三尊 白肚子本身来长寿 它也可以帮助人家的健康 现在 每天 星期六晚上 十尊 摩顶所有的同盟的时候 像昨天用摩顶到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有摩顶就一个半小时 很快的速度 也是一个半小时 是 那它们大部分就是有病痛 白肚子就会去人家的病痛 让人家能够延伸 会长寿又健康 是 所以希望做白肚子 来接触我们的身体 要有很多病 白色的光景 黑色的身上 黑暗的地方 或者五脏六股 比较不好的地方 可以清洗掉 可是健康来的 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 可以 或是可以长寿 又可以健康 那是最好的 是 所以参加这场法会 我们得到来度女的加持 所以除了就是可以喜灾 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清凉的心 让这个社会的暴力之气稍微平解 让我们对很多的人 事物都可以比较充满温柔的气息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可以延寿 增加我们的健康 所以这场法会也很重要 需要很多法会 就是用咒语念咒语 念咒语 那些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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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些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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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些咒语 他就可以让人家这个身体的疾病解除 现在白部门的患者 也一样能够把 白色的光静到你的身体 把你身上黑色的病 给它流出去 也能够可以治病 是的 我们一定要来盛干草草 第二位 这个形象 又可以治病 又可以让所有参加的 都得到新加园线 甚至把这个光静 用在台湾的大地上 是 谢谢师哥的开示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参加